冒牌父亲马荣又一次到马战山门前大闹 两人再次打起了官司 这次马荣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但要马战山亲自出庭 还提出要赐血变父子 那么马荣这些要求背后是否别有用心 而在近两年的时间里 马荣不顾事实一再骚扰马战山 背后又是否有人指使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将军遭遇任子案第三集 冒牌父亲骚扰不休 东北军爱国将领马战山 在抗日活动失利后 被迫隐居天津英租界内 在此期间 他曾遭到日本特务的暗杀 还遭遇了一场蹊跷的认死案 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翁找上门来 声称马战山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 父亲已去世多年的马战山 一再向老翁当面解释 马荣却不依不饶 不但屡次到马宅大闹 还状告马战山一气亲生父亲 与此同时 马战山也对马荣提出反诉 状告马荣诬告等罪 不料对于两人的诉讼请求 检查机关宣布均不予起诉 对于这个结果 马战山和马荣都表示不满 那么他们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交锋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地检处的处分决定是 对于马战山马荣均不予起诉 那对于地检处的这样一份处分书 马荣表示不满意 马战山也不满意 马荣的不满意是因为 地检处没有对马战山一气尊亲之罪提起公诉 马战山的不满意 是因为地检处没有追究马荣 贸认诬告与妨害名义之罪 马荣不满意 但他当时没有说什么 估计他还是想继续用原来的办法 再到马公馆门前去吵闹辱骂 马战山不满意就直接对地检处的余检察官提出了 请求地检处在意再查 并希望地检处最终能就马荣的防害名义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但地检处答复他 防害名义的案子属于自诉案件 以前有马荣的起诉他可以反诉 如今地检处对马荣的起诉与他的反诉 均已经做出不予起诉的处分 如果他不同意 只能单独向法院提起自诉 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 防害名义属于刑事犯罪 按照当年的刑法规定 经法院确认被告犯有防害名义罪 可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或处罚金若干 但有规定 此容属自诉案件 需由受害者以原告身份 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用当年的法律数语讲 这叫做告诉乃论 这是当年的法律规定 自诉就自诉 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环境 为了杜绝马荣再次前来骚扰捣乱 马战山确实想着早些了断此事 于是他委托记轻于律师 代他写了份诉状 向天津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马战山 并非马战之子 并请求法院治马战 防害名义之罪 结果这件事情做起来也很不顺畅 法院受理了他的案子 但迟迟不开庭审理 而且法院告诉马战山 作为原告 他必须提供被告的准确地址 以便法院可以向被告寄达传票 通知被告按时到庭 接受讯问 如果届时被告拒不到庭 法院可以缺席审判 但法院不能在不向原告寄送传票的情况下 开庭审案 所以原告方必须能够提供被告方的准确地址 马战山派杜荀若与法院交涉 说马战当初向地检处起诉的时候 曾经提供过自己的地址 法院可以查阅 法官说地检处确实曾经留过被告地址 但不能保证准确可靠 因为那是个公诉案件 只需要求原告提供被告方的准确地址就行了 现在是自诉案件 原告必须能够提供被告的真实有效地址 至于公诉案件中 马战留的地址是不是真实有效 还要由原告方去自行核实 此后寄清于律师 受马战山委托到地检处 查阅了相关卷宗 发现马战在地检处留的地址 是河北省丰润县明文殿 马战山派人到丰润县查此地此人 发现所谓明文殿 并不是个地名 而是一家旅店 向店主打听 说从未听说有马战其人 随后寄清于律师又在天津大公报和意识报上刊登律师起事 告知马战说马战山已经将他告上法庭 通知他诉到法庭接受讯问 但起事刊登以后马战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由于不能提供被告方的准确地址 半个月以后 法院通知原告撤销起诉 自诉一试就这样不了了之 马战先前天天到马战山门前大闹 要找他打官司 他却像影子一样消失了 虽不能确定马战先前是有意留下了虚假的地址 然而结合这起案件的种种蹊跷之处 这种情况不能不让马战山更加提高了警惕 不久后马战再次找上门来 那么这次他会使出怎样的招数 而马战山又会如何对付马战 他还会像前几次那样一忍再忍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将军遭遇任子案第三集 冒牌父亲骚扰不休 那事情到了这一步 马战山在感到无奈的同时警惕性也更高了 他本能的有一种预感 此事很可能并未完结 果然来年春节刚过 马戎又来了 马戎还是依如从前的在马公馆门前吵闹 还是要让马战山认他这位身份 而且这一次比以前闹得更凶更过分 不仅吵闹的嗓门更大骂人的话也更加难听 由于这件事此前已经通过报纸广泛报道出去了 天津市民对于发生在马公馆门前的这件怪事情 多少都有些耳闻 如今听说那个老翁又回来了 事情还没有结束 有些喜欢围观看热闹的人就又聚拢了来 而且数量比以前更多了 我们再说马战山那边 马战山听说那位叫马戎的老翁又来了 十分气愤 同时也更加坚定他原有的判断 马戎背后一定有人支持 而且很可能是日本人支持 否则的话 不会这么反复无常 肆意骚扰 有了这样的判断 他决定仍然采取原来的办法 任凭马戎如何吵闹辱骂马公馆直管紧闭大门 对外边的吵闹辱骂听之认知 对于人们的围观议论也是不理不睬 这一天 马戎又像往常一样来到马公馆门前吵闹辱骂 并且放出话来 说如果今天马戎山扔不出来与他父子相见 他就要一头撞死在马公馆门前 此言一出 围观看热闹的人群中就像炸开了锅一样 有惊呼的 有高喊的 也有不嫌事大故意激将说他不敢的 反正是格外的热闹 以至于马公馆门前的交通为之堵塞 还有些报社记者闻讯赶来 想着在第一时间向外报道老翁寻死不成 撞死在马公馆门前的重大新闻 我们再说马公馆里边的情况 马公馆虽然大门紧闭 但门卫并未有片刻的休息 相反他们比行驶更加的紧张 透过门缝他们紧张的注视着门外的动静 防止发生什么意外 听说马荣要撞死在门前 又见到门外的人群比往日多了好几倍 还来了不少新闻记者 门卫赶紧将这一最新情况向马战山汇报了 马战山听过汇报先是眉头紧锁 但很快就做出一个反击性的决定 他命令杜秘书马上给英租界巡捕房打电话 说有人在公馆门前吵到辱骂 扰乱秩序 甚至扬言要在门前自杀 希望巡捕房能够即刻前来维持秩序 巡捕房对于马公馆门前的情况早有耳闻 天津英租界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马战在马公馆门前吵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们焉能不知 而且马公馆此前曾两次给巡捕房打电话 希望他们能派巡捕前来维持秩序 但捕房也不知道马战的来历 担心惹恼了他背后的什么人 所以呢 对马公馆门前的事情要么装聋作 要么就派个人过去应付一下 如今听说那老头要威胁自杀 捕房担心真闹出人命案子来就不好收场了 便立即派巡捕赶到了马公馆 巡捕还没有走进马公馆 远远的就听见一个老翁扯着嗓子喊叫 我是马战山的父亲 马战山是我儿子 如今马战山做了大官 有钱了就不认我这个当爹的了 接下来就是一番不堪入耳的辱骂 在巡捕走近了 就见一个老翁 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 头上戴着一顶皮帽 站在马公馆门前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还指着大门前强设的一面石板 摘下帽子频频的做出要撞击的样子 巡捕一看这人光天化日之下 肆意骂人而且弄不好要出人命 急忙跑上去两个人 一人抓住老翁的一只胳膊 将老翁带到了巡捕房 捕房经过简单审讯 做过笔录 由于马战并非英租界居民 按照当年的治安管辖权限 巡捕房当天便将他移交给了天津市警察局 由警察局暂将其关押在看守所里 顾忌重演的马荣弄巧成猪 不但没有达到目的 反而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随后马战山将他告上了法庭 然而在法庭上 马荣并未就此认输 他依然招数迭出 先是提出要马战山亲自出庭 接着又提出要赐血便父子 那么他这些要求背后是否别有用心 他的主张又能否得到法庭的支持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将军遭遇任子案第三集 帽牌父亲骚扰不休 马荣被警察局关押起来了 半年前 马战山向天津地方法院起诉马荣 苦于不能提供马荣的住址 如今马荣就住在看守所里 起诉的条件就具备了 经过与纪清一律师商量 他请律师代为执笔写了两份诉讼 一份是刑事自诉状 状告马荣妨害民意之罪 一份是民事诉诉 请求法院确认马荣与马战山 并无父子关系 诉状写成以后 马战山委托杜勋若 将两份诉状一并递交给了天津地方法院 那在两份诉状中间 马战山明确指出 自己与马荣原本素不相识 但马荣冒充是本人尊亲 且多次在门前扫乱辱骂 家府已于十九年前病故 现安葬于怀德家母 此事可由东北有地位之人出具结证 也可由当年参加调计之人出庭作证 马荣一再生长 他的儿子老虎左耳有刷马装 本人不但没有刷马装 切勿丝毫罢罕 而且本人与马荣所称狮子老虎的年龄生日等等 无一处相符 马战山在刑事自诉状中特别写道 名誉为人第二生命 马荣以毫不相关之人 强冲尊亲到处宣传 以致皆谈相议事负义不明 痛心极慎 他申明此案 误期水落石出 马荣果戏民之尊亲迷 甘受抚跃之主 马荣如无故损害民之名义 意请案发惩治 否则民有生之日绝不甘醒 天津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后 于四月下旬两度开庭调查 调查的过程及当事人的问答 与前面所述是大同小异 虽然马战山发起的是刑事自诉 与民事诉讼两个案子 但两个案子紧密相连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仍然是 马荣与马战山究竟有没有父子关系 马荣坚持说马战山是他儿子 马战山的代理人纪青一律师 坚持说马将军与马荣非亲非故 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马荣提供的证据依然是他从前说的 他儿子左耳有摔马桩 纪律师当庭出示了马战山照片 证明马战山不仅左耳没有摔马桩 双耳都没有 而且整个面部没有任何疤痕 马荣说照片上的人不是马战山 纪律师坚持说照片上就是马战山本人 双方在法庭上你来我往唇枪射箭 争论的十分激烈 在激烈的争论中 马荣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说要辨明是非只有一个办法 而且很简单 就是让马战山本人出庭 主审法官胡国珍推示 觉得被告方的主张有道理 就转而征询纪律师的意见 纪律师当即十分警觉 怀疑马荣这是在骗得马战山走出公馆 说不定沿途就会遭到日本特务的黑手 因此他立即申电说 马战山既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 也不是当今的特权阶层 而是举世闻名的抗日英雄 如今失意于政坛军界目标极大 又处于无保护状态 目前天津华阳杂处鱼龙混杂 原告公开露面于大厅广众之下恐有不便 因此请求法庭考虑原告安全 不宜在法庭上公开检验 胡推是听了纪律师的申诉 也担心马战山在法庭上 或者在往返途中出什么意外 便提出有法院派出相关官员 到马公馆检验马战山的情况 对此控辩双方都表示可以接受 5月20日天津地方法院审判推示 书记官检察官法医及市医院外科主任 共5人前往马公馆 一些报社记者也蜂拥而止 在马公馆天津地方法院的一些5人 见到了马战山 经核对相关证件确认是马战山本人以后 就对马战山的两耳前后 均做了详细的检查并拍照存案 5月21日下午3时 天津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厅再次开庭审理 马战山自诉马战防害名案 审判推示当庭出示了前一天 在马公馆拍照的一组照片 照片有四张全部放大成一尺 照片清晰显示 马战山的双耳既无拴马庄 也没有动过手术的痕迹 真相大白 马战的所谓证据不攻自破 经过法官电场勘验 马战山耳朵上并无拴马庄 这个结果再次证实 马战山并非马战所说的失散多年的儿子 马老虎 按说马战这次该无话可说了 可谁也没想到 马战依然不依不饶 他又提出 要与马战山赐血变父子 所谓赐血变父子 就是古人说的滴血认亲 古时有人认为 有血缘关系的人 他们之间的血液是相融的 所以要判断两个人 是不是存在着父子关系 或者是兄弟关系 就将两人的手指刺破 让两人的血滴在同一个器皿中 如果他们的血可以融合在一起 就说明是亲父子或者是亲兄弟 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 这种方法没有科学依据 但是在古代 有的官员就是靠着这种 滴血认亲的办法来断案 显而易见 靠这种办法断出的错案肯定不少 所以即使在古代 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办法 到了民国年纪 绝大多数人已经知道这种办法不靠谱 那天旁听席上坐满了人 当人们听到马荣要求在法庭上 刺血便父子时 旁听席上响起了一片哄哮声 当然 法官也不可能接受他的这一荒谬要求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天津地方法院刑事厅和民事厅分别对马战山自诉马荣防害民意案和诉马荣与马战山无父子关系案宣布了判决结果 在刑事审刑审刑宣布马荣犯防害民意罪 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在明事审判庭 法官宣布马荣与马战山无父子关系 法院同时宣布 原被告中的任何一方如果不服本判决 可以接到判决十日内 向河北省高等法院天津一分院提起上诉 季青鱼律师代表马战山当庭表示接受法院判决 马荣虽然当庭表示不服判决 但在十日之内并未提起上诉 至此法院判决生效 一场延续了将近两年的所谓任子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而且法院判决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 也起到了澄清事实以正式听的作用 在与马战山纠缠了近两年时间之后 马荣最终输掉了官司 他与马战山的所谓父子关系 也被认定为子虚乌有 然而这起案件也留下了许多疑团 马荣不顾事实一再纠缠马战山 究竟是他寻子心切年老糊涂 还是背后有人指使 假如他真的受人指使 在幕后导演这场闹剧的又是什么人呢 据说马荣在狱中曾对采访他的记者抱怨说 头一次看见马战山时 我就知道他不是我儿子 可他们不让我回老家 非要给我钱让我跟马战山打官司 说只要我肯打官司 不管输赢都赏我一千元 可到现在我蹲大狱了 也不见他们送钱来 至于给他钱让他去打官司的那个他们 究竟指的是谁 马荣不肯明讲 但听者似乎都明白 能够干这种事情的肯定是日本人了 至于究竟是不是这样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来研究查证 马荣被判刑坐了牢 出狱后他不思悔赶 继续骚扰纠缠马战山 说马战山既然不认他这位父亲 就不要再用他儿子的名字了 他又一次向天津地方法院递交诉状 请求法庭判令马战山改名 他的这一要求自然会被法院驳回 他不服判决又上诉到河北省高等法院天津一番院 结果上诉又被拨毁 到了这个地步 马荣似乎多少有点认头 觉得再闹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对记者说 自己准备回老家安度晚年 这辈子再也不打官司 从此以后 马荣回家与他儿子马守山住在一起 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新闻了 语句天津是马战山的人生低谷 卡尔战争爆发以后 马战山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 率部在随远与日军浴血分战 抗战胜利以后 他为实现国内和平积极奔走 在北平的和平解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解放以后 他住在北京 1950年在北京病逝 马战山遭遇马荣登门任子案 发生在特殊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 从案件的最初起因来看 马荣可能真是寻子心切 误认为马战山就是他丢失的儿子马老虎 后来马战山将真相对他讲清楚了 他也看出马战山并不是他儿子 但为利益驱使 他甘心被别人当枪使 继续对马战山百般纠缠 无一取闹 其言其行为已为正常人所不耻 关于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了马荣 学术界和马战山的亲属 一致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日本侵华势力 这种怀疑显然有其合理性 因为马战山是第一个率部抵抗日军侵略的中国高级将领 日本侵略者对他恨之入骨 暗杀绑架骚扰造谣抹黑什么样的伎俩都用上了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到头来 轻者自轻 卓者自卓 他们搬起石头打别人 最终却砸了自己的脚 抛开复杂的历史背景不讲 就事论是 马战山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方法 也有不少值得后人借鉴于学习的地方 首先是无论遇到多么离奇古怪的事情 都要保持头脑清醒 都要保持头脑清醒 冷静处理 切记急躁暴躁 其次是相信法律 勇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回击不法切害 关于马战山遭遇的任子案 我们讲完了 谢谢大家 魏忠贤 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宦官 一直以来 他的名字就是邪恶 暴虐和阴谋的代名字 那么这样一个魔鬼般的人物 他人生的初始面貌是怎样的 在明天的节目里 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大名魔咒 魏忠贤 第一集 文盲 假流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